芭蕾舞者遭計人車是這樣的 我是芭蕾群英 芭蕾是既殘酷又競爭 但是又令人嚮往的美麗星球 台灣第一本芭蕾幽默圖文書 作者林秉豪帶你進入舞者的爆笑內心戲 在一個Lobby裡面 可能大家就是在聊天 那我們一樣就是很放鬆這樣 他可能就是會把腿劈成一字毛這樣子 然後開始寫報告 喜愛描繪舞者的身影 林秉豪開創自己的舞衣品牌 我覺得台灣很多很不錯的舞者 在世界各地打拚 我覺得台灣有這個能力去做一個 舞衣品牌不是一件難事 可能我累一點那沒關係 那就是做吧 跟著意想世界走進芭蕾女孩的秘密日記 6月23號下午4點晚上10點半 探測.UDNTV意想世界